其实发育路玩诸葛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和孙上相对现实 二技能可以用来躲他的两技能 还可以利用被动来跟对方玩消耗 因为诸葛亮的位移能力不错 所以当对方打野和辅助过来支援的时候 诸葛亮还可以靠二技能及时躲进塔内 让对方想抓人的目的彻底报废 等我方队友来支援时 还可以利用大招轻松收割射手攻击不到的目标 中期发育不错的时候 还可以到中路蹭点兵线顺带捡个人头 当然打团的时候还是尽量站在外围 虽然中前期没有射手 打团可能会有些难受 但诸葛亮的自保能力却比很多射手要强 可以利用二技能拉开距离 等团战差不多结束时 兵器好还可以随便捡人头 这局的孙悟空有点倒霉 好几次都是被诸葛亮夜外的收割 就比如这次 他想去打野猪 正好碰到诸葛亮 看到诸葛亮身上有被动 他还不走 还想用一套秒诸葛亮 结果诸葛亮一个大招锁定 他也只能喊师父了 十一分钟以后 诸葛亮的经济起来 这时诸葛亮就比射手好用多了 最后在一波团战中结束了战斗 所以当你只能玩发育路 又不想玩射手时 可以考虑一下诸葛亮 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